要是把上个礼拜的这个函数部分 所以上个礼拜这个是上个礼拜的东西了 OK 然后接着就是说呢 你把那个同样的这个工作表录制聚集 所以这个录制聚集请各位自行完成 录制聚集应该还记得吧 这边有个录制聚集 你可以怎么办 先彩排一下 不外乎就清楚嘛 先建议是先录这个 就是 所以如果假设这个地方 录制聚集应该还记得吧 其实录制聚集不用写 这个可以把它复制过来 然后呢 这边就把它改一个叫聚集 名称把它改一下 反正我们至少一定要 会有那个三个工作表 那录制聚集的话 当然你先彩排一下 一 游标放在这边 然后如果要输入的话就打勾 打勾完就向下填满 再来换这个 游标放上去打勾向下填满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那个 录制一个聚集 比如第一个我要产生什么 产生那个 这个区跟录好了 OK 这个 再一个产生好了 这样子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 接下来呢 把它盖过去好了 一游标放这里 然后二游标放上去打勾 三就向下填满 然后换下一个换这个 这一栏OK了 换下一栏 游标放上面打勾 向下填满 好这样就录完 录完就停止了 然后再一个什么呢 再一个清除 清除也是一样 在录制 录制的话就是清除 我叫清除聚集好了 因为待会VBA也会叫清除 就叫清除聚集 有没有 清除聚集 那最好你彩排一下 彩排的方法 我是建议这样 按确定之后 方法记得 一游标请你选 一二跟F二一起选 因为我们等一下 ctrl向下 所以你就先把 一二跟F二向右拖拉 两个一起选 然后再ctrl序位向下 ctrl向下就选到最下方 好 三的话就按Delete 好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就完成 这个的录制聚集了 两段 两个 那两个其实 在聚集里面应该会看到 就会有刚刚我们录制的 一个叫什么 产生 区跟录的这个 这个是我刚刚录的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产生什么 清除的聚集 就这两个 那我们可以先试着执行看看 这执行 看会不会得到我们要的刚刚的结果 OK了 然后再一个什么 清除的聚集执行 这样算错了 应该是清除的话 是聚集里面有个清除聚集 执行 所以那一段程式是有问题的 它挂掉了 所以要特别想 刚刚有做 刚刚可能没有停止录制还怎么样 刚刚录制最后 最后那个 启用内容一下 我看一下 还好它这个会自动帮我存档 我看一下 这个 这个清除聚集 编辑一下 OK 如果你不确定说 你是不是正确的话 在这边怎么会弄 在弄弄这个 那等于是说 刚刚是不是 我们忘了把它停止录制 所以常常同学也是一样 之前有同学就忘了停止 录一直还在录 就录了很多东西 它等于把刚刚我的动作 又把它录进去了 所以其实理论上 只有三行 只有这三行 选取那个范围 然后Ctrl-Ship向下 然后Clear Contents 大概这三行而已 所以这个等于是多的 那把它清掉就OK了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执行它一下 执行的话呢 一样 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 刚刚是什么 产生区 路跟区 OK 那这个没问题 再产生 清除 清除没问题了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确定一下 你可以编辑一下 看一下这个里面的东西 是不是有没有录到 不应该录到的东西 然后其他的话 再来什么 自己再加个注解吧 比如说这个地方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 就是选取什么 E2到F2 第二个动作的话 是Ctrl-Ship向下 前面都是加一个单引号 还记得吧 3的话就是按Delete清除 那这个的话呢 上面这一段是刚刚录制的那个产生 这个路跟区 对不对 那一样 我们就是在这边加一个 第一个动作 是什么 游标放在那个什么 E2储存格 然后E2的话呢 就是输入公式 然后向下填满 然后再来就 这个是E2的部分 然后再来 向下填满 逐一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行再把那个注解打上去 然后你会发现 上面这个动作 有没有 跟下面这个动作 其实大致上很多地方雷同 OK 所以有的时候 甚至你以后假设 录制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甚至可以不用自己 自己再 在录制了 反正就拿之前 写过的 拿来修改 其实也是一个方法 好 那这边的话呢 就分别再把注解自己打上去 至于 这个注解里面打什么 请自行再加上去 OK 所以录制聚集部分 那我们最后做完了 当然将来我的那个 其中作业 我希望 除了函数之外 有聚集那聚集的话最后再插入两个按钮 因为我们这边刚刚录制的 这个按钮的话就是 产生 区跟录 OK 然后把这边呢 再加一个按钮上去 那 第2个按钮的话就清除 所以再把那个清除的这个加上去 然后指定他是 变成清除的聚集 然后 把这个名称复制起来 再贴上去 这样的话呢 就大功告 所以你按一下 OK 再清楚 这样就可以 把之前 假设你要做的话 这样可以马上帮你完成 OK 所以 这边如果 录制聚集比较简单 还不用写到程式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一下 咱们